好,那各位上过新制图的演习 大家都会跟你讲这一个人 那我因为也是用新制图了 虽然我的这没有什么派系之分 但是我的我用的东西还是 毕竟还是叫做新制图 那很多人把它叫做头脑风暴 有人叫蜘蛛图 有人叫八爪图 有人叫组织图 有人叫树状图 然后甚至有一些很专业的学者老师 会跟你说 你这叫组织图 不能叫新制图 各位不要管他 我觉得你只要工具 你用的好 用的爽 很好用 你爱叫什么随便你 你不要去管人家怎么讲 好,那不过还是要提一下鼻祖 那个新制图的创始人 在学术上公认的大概就是东尼国战 英国人 这是新制图的鼻祖 那在台湾最有名的最有名的是孙艺兴教授 现在好像是台师大的教授 我曾经也去台北上过一堂他的免费的推广课程 我那时候他们是讲也是讲X-Mine 然后但是是比较工具式的工具式的 那我们今天讲的东西都不是讲工具的操作 工具的操作等一下我也会讲了 三分钟以内就讲完 那我们今天是跟你讲主要怎么用这个工具 去应用在你的生活 应用在你的教学 或者是工作上面 主要是这样的东西会比较重要 那不过各位也稍微认识一下 不要说你那么会用新制图 然后人家问你新制图 你就完全连新制图的鼻祖是谁 你都不晓得 所以这两个人就稍微知道一下就好 好 那所以这边接下来呢 我相信各位老师 如果你已经不是第一年教学了 你在教育界已经十年二十年了 我相信你一定参加过类似新制图的研习 但是 你们学的新制图应该就是 拿一张纸对不对 然后叫你拿彩色笔 然后跟你讲那个 那个椭圆形的节点 或者是一朵云 然后那个画 那个 微微弯曲的微笑的线条还不能中断 然后每一个支点的颜色不一样等等等 会有一些规则对不对 我相信你们去学的大概都是这一个 那这种新制图 我自己把它叫做商用新制图 为什么叫商用新制图 我是以他的定位来命名的 那他名字可能不叫新制图 不叫商用新制图 但是我就是有点细虐的把它称作商用新制图 为什么因为他是那种感觉上了就是补习班为了拖时速 把那个时间弄的拉的很长 然后可以让你去慢慢用慢慢学的一个新制图的方法新制图法 那其实那个真的不是重点 所以当你学过那个新制图 任何的工具一样 就是你去外面学 学完之后这个工具 如果他今天很复杂 或者是规矩很多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想要去用它 或者是说你用了之后 还要被学者 还要被那个学者去放大检视 说你这个不叫Steam 你这个不叫PP 我相信任何人都难以接受不会想用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说 任何工具 即使今天不管你在哪里学 即使是跟我学 你学去之后 你可以做任何的变形 任何的修改都没有关系 你也不用一定要强调说你是跟我学的 不用没有关系 基于教育分享的立场 你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跳 你可以自己再发明一个名字 随便你都无所谓 我没有那么在意那个名跟立 那个也没有用 更多看老师也不能兼裁 对不对 如果将来十年后我退休了 我可能就会在意 但是现在还没 所以你看你去学的那个新制图 然后跟实际我们正在 今天跟下个礼拜六讲的这个新制图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 你去学的那个新制图 重点是在工具的使用的技巧 那我们 我们今天跟下礼拜六要讲的新制图 是 重点是在你怎么利用新制图这个工具 去解决你的问题 解决你生活上的问题 去开创你的未来 所以我们是站在应用跟创意的层面去 使用这一个工具 而不是怎么去强调那个新制图怎么画 然后有哪些限制 然后怎么样才画的美 之类的 我们不强调这一个 所以每个人都能学太极拳 但是你每天早上五点去公园练的那个太极拳 你再怎么练 你有办法跟张无忌一样强吗 各位知道张无忌吗 那个金庸的小说里面那些武林人士 张无忌是太极拳的 张三丰的弟子 那因为他小时候掉到那个山谷里面 然后从那个猩猩的肚子里面 挖到一样宝贝叫做九阳神宫 所以他不知不觉就把九阳神宫的 这个口诀给记起来了 然后又不小心得到了内力 所以这两样东西就在他体内运转 所以他身体就具备了这个九阳神宫的内宫在里面 所以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呢 他不管接触到什么样 学到什么样的武功招式 或者是甚至不学武功招式 他的一举手一头组都一样的威力十足 弹个子就可以把敌人给灰飞烟灭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的太极拳 跟藏无忌的太极拳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新制图呢 其实是属于那种实战 就是你在生活上真的可以很好用 很快使用的这个很快速可以上手 这样的一个新制图 好 那所以这是前面的前提 前面的前提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进入到真正的食物的部分 食物的部分 好那这边呢我会跳到 跳回到工具这边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